全智贤在本片中饰演漂亮女贼 其实呢就是负责秀身材 电影开始 全智贤和阿姨金海叔正在组队骗一个小开 结果这个小开以为得见悦目了 自然各种讨好 可却想不到是引狼入室 在包括金秀贤在内的外围小伙伴的帮助下 他们顺利偷得了一个贵重物品 得手以后呢 这个小团伙的头头李正仔又接到了个新任务 就是去偷一个价值上千万美金的钻石 然而喊他们去干活的却是冷酷帅的大哥金允石 出发前全智贤姑娘还去监狱门口 接了大令美女金会秀 这和辣妹见辣妹什么的 马上就互相看不对眼了 众人来到香港 一群贼开始开会 其中还包括香港的卧底李新杰 帅气大叔任达华 大家得知这个钻石 在一个正在澳门赌博的有钱女人手上 可就在大家各显身手之后却扑了个空 原来金允石早就把众人当成了炮灰 自己却乔装去真正的目的地偷走了钻石 盗贼小伙伴们一通鸟兽散 其中仁达华和阿姨金海叔命丧黄泉 金秀贤为了救泉智贤无奈被抓 而金允石则独自拿着钻石 去和据说没人见过 见过他的人都死了的黑老大魏弘交易 快哥只能轻轻吐槽 这位老大肯定不上街呀 故事的最后呢 置不在前金允石杀掉了自己的杀死仇人魏弘 至于其他小伙伴们嘛 自然是男的负责郁闷折腾 女的负责小姚快活啦 《夺宝联盟》由韩国导演崔东勋指导 全志贤 金秀贤 任达华等一众中韩两国的大牌影星主演 该片在上映后获得了还不错的票房 作为一部快节奏电影 该片的故事只能说是还凑合啦 看这样的爆米花电影呢 更多是为了看特技和帅哥美女罢啦